今天很高兴跟台湾导演蔡明亮 谈他的首部剧情长篇《青少年纳扎》 蔡导演的电影都少不了李康生 我以为《青少年纳扎》 是他第一次演演的戏 这不对了吗 不是 其实李康生的第一个演出不是《青少年纳扎》 是我的一个电视剧 单元剧 好像是60分钟的一个电视片 叫《小孩》 隔了一年 就一年之前我先拍《小孩》 后来一年后我就拍《青少年纳扎》 那我当时在拍《小孩》的时候要找一个坏小孩的角色 就是那种当时台湾社会已经有很多那种青少年的问题 比如说高中生去勒索小学生或者是吸毒啦之类的 那我要拍一个关于小学生被勒索的一个电视片 然后我需要一个比较坏的高中生 那我见了很多演员 还有很多 怎么说 见了很多人 我觉得都不太理想 可是时间也快到了 剩下大概一个礼拜 我就得开镜 你知道拍戏就是有时间的问题 所以有一天很巧我去看一个电影 好像是David Lynch的电影 我在台北的一个台大旁边有一个大世纪戏院 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个戏院 我去那边看电影 然后走下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一个摩托车上面 就停了一排摩托车 他坐在上面 他在抽着烟手上拿一个对讲机 我就看着他的样子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我们一起看电影 我说这人很像是我要找的人 我就过去自我介绍 问他要不要来试镜 他想了一下说 好啊 他就来了 我们就这样合作 那他当时是在一个电动玩具店 那个玩具店是有赌博的 你知道吧 所以他们就把门关起来 免得警察来 那李康生是负责把风的 你懂吗 就是如果有警察就来按一下 他们就解散这样 他是做那个工作 他当时是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学生 重考了两年 所以他要打工去缴学费 他就做了这个工作 然后后来他就变成我的演员 到了青少年 Naja他是到了补习班 对 其实是不是跟着他 完全是 完全是 我认识了李康生之后 我有很多新的想法 因为我本来是拍比较写实的电视 或者我写的剧本都比较写实 我觉得他便是是我一个观察的对象 因为认识他 知道了他的家庭 他家庭是一种非常有 有意思的 就很典型的台湾的家庭 就是那种外省老兵 娶了一个 像电影里边的那一家庭 对对 完全是娶一个本省太太 这种家庭在台湾非常普遍 因为这是历史的原因 造成的 那生的后一代 那这个家庭 通常夫妻的年龄 都有点点差距 他们会住在那种国宅里面 然后整个家庭 当然也是跟着大的社会的观念在走 比如说希望小孩子读大学 好像除了读大学 没有什么可能性 你先读大学 那小孩子不见得都会读书 像他哥哥是考上大学了 那爸爸就希望他也考上 他就很有压力 然后考两年都没有考上 后来我就带着他 我对他这个心情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是不爱读书的 我也读了大学 就有点像被很多价值观逼着走 我觉得研究这个家庭挺好的 拍他们挺好的 当然有一些是 不读大学的人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就拍了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那种比较底下阶层的 破坏性的 有点强的那种青少年 所以这个电影就 叫青少年哪吒 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有一次跟李康生 一起看一个卡通片 大陆的 就哪吒闹东海 我就哎呀 这个就是我的 我要的一个感觉 就是好像每一个年轻的时候 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哪吒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抗的 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有很多的权利 父亲 道德压着你 社会价值观压着你 所以你不太知道你怎么反抗 你也不太知道反抗的对象是谁 可是你很想爆发 所以就用了这个片名 我看到了那个 戏里边有 James Dean的一个海报 很多暗示 非常多暗示在里面 但是那个海报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自然的发生的 那个海报就在那个空间里面 是一个年轻人最喜欢去shopping 去逛街 去打电动 去吃东西的一个地方 叫万年大楼 他现在还在 还在的 还是年轻人去的地方 所以整个电影是在台北的年轻人 当时最喜欢去的活动 最喜欢活动的一个区 叫西门町 都在那边拍 但那个地方现在变化也很大 可他到现在还是一个中学生 最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每一个场景都很真实 所以当时这个电影在台北演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说 他们看完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 非常奇怪那个感觉 因为走出来就是西门町 看到的现象 经历到的 都是电影里面的情况 是完全是一样的 儿子 亮相呢 亮相呢 静看